那我们聊到不只黄国昌崩溃 馆长也崩溃 用非常难听的话去骂所谓的大法官 他说你说可这件东西完全无助于我们去理解 整个法律的事实真相 连翁晓玲 刘德的博士也讲 赖清德政府害怕立法院监督 也怕人民了解太多 因此连视线都采取民粹动员 我再讲一次刘德的法学博士 刚教授已经说了高中生都知道 立法院没有揭蔽的权利 立法院只有议决法律案 预算案 戒严案 大赦案 宣传案 沟合案跟条约案 立法院没有揭蔽的权利 了不起是你个人兴趣而已 没有错 到现在因为立法委员 现在已经被赋予太多功能了 宪法就没有赋予立法院揭蔽的权利吗 但是这个大法官 就是宪法法庭之前黄国昌就已经讲过 他说我们这次对话的对象不是大法官 是两千三百万 是人民 对不对 所以他那天所有的对话 其实都没有在跟大法官讲 因为他的PTTD的就绿能你不能 大法官在讲的时候黄国昌的姿势 大家都有看到吗 有 就这样吗 又抖角 然后抖角扎眼 抖嘴 然后抖肩膀嘛 对 他就看不起任何人啊 对 然后他也不想跟大法官对话 大法官还阻止他 各位记得吗 就阻止他说 等一等一等一 纯人文百姓 你讲重点 讲重点 再讲三十秒 他还是没有讲到重点 那大法官还是跟他讲说 你还是没有讲 他说我有讲是你听不懂吗 对 然后呢 现在这个民众党他们 馆长黄国昌 我觉得他们跟翁晓琳 整个人都好像在动员 动员民众 对 可是大家昨天上 家庭上去看那个直播 看那一些内容 看那现有法令在开庭 没有人被动员 对 没有人被动员 大家都上班的时候偷看嘛 偷看 玩手机嘛 就在那边手机看嘛 很多人很认真 快速整理 材料 让大家能够了解嘛 对不对 那了解完之后说 原来我们的宪法写这么多 好 可是翁晓琳 他的这些表现 翁晓琳那天是不是说 什么中国人的骄傲 林洋沛是中国人的骄傲 就去门 对 就有人去研究室门口 带着什么中国人的教授 对 今天这个教授 这是什么 游志斌 游志斌这个不知道在哪里 他竟然去送话给翁晓琳 然后他说翁晓琳讲的是对 勇气可嘉 他讲说翁晓琳讲的是对 我们就是中国人 不懂这有什么不对 大概说的民进党铺天盖地 反中抗中的风味中 仍然有翁晓琳愿意 有勇气讲出中国人为荣的话 是一般正本清源的清流 好 所以现在现在全台湾 全台湾就只有这一组人 对 会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那只有馆长黄国昌 他们的插话长 这一群人 对 才会觉得黄国昌在这 其实黄国昌礼拜二的表现 是让大家失望的 因为大家期待他呛大法官 没错 期待他在大法官讲不出话来 他后来开直播才呛 结果倒就是这样 他呛大法官在拔布 结果大法官大法官问了问题 他没办法回答 他都很失望 他本来讲说 十几个大法官全部投降 好我们认输 结果没有 是黄国昌认输 好 非常谢谢阿传 那接下来我要问3Q 因为状况是这样的 馆长真的很夸张 他其实一直想在这个宪法法庭有个角色 他搞直播的嘛 他要有个角色啊 好歹像我们把585先列出来 懂不懂不管先列一顿再说嘛 可是偏偏管长真的不懂 他人要去搜寻585 可能都不知道去哪来搜寻 或是搜寻 因为585很长 每个四字都很长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截录 他不知道截录到哪些是正确的 所以他就开始没办法 只要回到最新的本人 去跟人家吊瞎 然后吊瞎瞎开始讲张话 然后讲张话就骂一顿 好像在这边是有角色 可是问题是 你说这些东西 其实都凸显他们的心虚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都不能听 但是馆长的专业真的是法律吗 你知道要上我们罗教授的课 你得先要考到一定的分数 不了了学费 然后还要小心不要被二一 还能够勉勉强强度过一个学期 但是你要上馆长的课 手机打开 搜寻标汉 现在不知道叫什么 陈之汉 邀请大家 因为可能民众党 他现在直播人数太少 我们帮他充电场面 也也 不过我这一阵子有看网路声量 我怀疑去他那边的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看我们节目的 哈哈哈哈 这些看笑话的 这些看笑话的 黄国昌的状况也是一样啊 声量掉啊 人数不减 那表示有很大量的绿影冲过去看 对 冲过去准备要笑他嘛 对 所以我在这边我再次强调 我非常尊重馆长的健身专业 仅此而已 但是如果要讲到政治是需要研究的 所以当他要去评论政治议题的时候 他的老师他自己讲的嘛 他的老师是谁 黄国昌 所以馆长在2024年之后 他的直播进入一个模式 白天看新闻 下午读黄国昌 晚上开直播 他就走歪了啊 他就是一个政治时事新闻的 他现在看的新闻是他当天 当初上街反对的那个新闻台 这个这个如果是像我们 像我们一般在路上见到说 那个馆长看起来 对政治评论的那个怎么样 我就会讲 缺材败啦 对不对人 对 缺材败 跟错人了 好听一点叫缺材败啦 对 不要一直来说就缺 对不对人啊 对 但是我们来看黄国昌这一次 他到底在干嘛 哎 法官在日本叫什么 裁判嘛 法官嘛 裁判嘛 那裁判官 你我们现在刚好在比奥运 一般来讲拳击场上 裁判是哪一个 穿黑白横条纹的那一个 不是犯人哦 是条纹的 然后蓝绿双方出来 拳击手套戴着 位于蓝色角落的出来一个披风 后面写KP改变成真 出来一个叫黄国昌 没错 他说你怎么穿蓝色披风 他说我就小蓝啊 对 然后另外一边 民进党一样出来 两边甩甩手准备要打架 黄国昌第一拳往裁判的脸上打架 哈哈哈哈 找法官单挑 打输了还回去老兄弟 对 哎 阿冠 我跟你说 我今天叫做裁判Q 我跟你说你待会开个直播再招一下 哦 跟他说看是要吃衣 或是要摸衣 哦 你要你要处理一下 我跟你说他要怕输我做 你根本搞错对象嘛 对 你今天如果黄国昌 就是李全合作对施杀 那我们看谁对谁错啊 哎呦 你去找沈柏洋什么 吴什么 呃 有的没有的 这个绿 你说五十几个人 你随便点三个名字嘛 他不要哎 结果他的对照单位 是我们的大法官们 我问大家啦 很不好意思讲 我对大法官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不敬 但曾几何时台湾社会认识大法官的名字 没有 曾几何时 没有 上一次只有同婚的相关争议事件的时候 有许中立这个名字有 稍微聊一点点啦 但是其他的很多 根本从来也没听过 翁月笙 我就认识这两个 那你现在为什么会突然做出名 因为黄国昌根本找错对象嘛 对 好黄国昌找错对象 于是讲什么 陈志涵就用非常难听贬义 甚至到歧视的词语去窥大法官 说啊你们这些人啊 都是民进党的走狗 有没有 他用到走狗这么重的字哦 来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这些大法官今年年 应该是十月份的时候要重体嘛 对 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提名同意的 是2016年十月 等一下 你我我我感觉你讲到怪怪的地方 继续 2016年十月 对 是政党轮替民进党全面执政的事 对 当时有一个政党叫做时代力量 哦 时代力量有一个总招叫做黄国 哦 现在下落不明 当年大法官提名同意票 同意票哦 最低的是72票 因为被国民党跟亲民党团质疑说72票的 有一些可能是台独倾向 对 最低是72票 当年民进党几席你知道吗 几席 68席 你说黄国昌都同意过这些大法官 黄国昌当年对这些大法官只有一个评论 他找了一个叫做张崇文的大法官 是 他说这个大法官啊 思想过于保守 对 这是他对大法官最严厉的 他希望再激进一点 就只有过于保守四个字 他也没有讲什么走狗啦 谁的什么权力 把扑啦 把扑啦 假什么 都没有 他都没有讲 然后呢 他自己现在不好意思讲 怎么样 请馆长出来嘴 馆长 我就问一件事情啦 待会我们节目会讨论到很多 哦 那个民众党 等一下 你该不会要戳到 馆长内心最柔软的一块 我只能说 馆长 民众党办造势跟游行是有价格的 希望你不是当义工 我不知道 他还决于百万 不要当自费义工 是 所以总之这一次整个打架吵架的过程 我会看到翁晓琳 翁晓琳这一次的争议很奇怪 宪法法庭讲什么大家快忘记了 对 我们记得什么 跑去祝贺奥运中国人 中国人的骄傲 结果自己也神经颠倒 那个他的学生跑到他的门口贴四张图 中国人教授 中国教授 哦 中国客座教授 没毛病啊 没错 你自己说中国人骄傲嘛 你自己说我是中国人啊 他今天出来回应 你知道他回应什么 什么 他说这些学生啊 心胸狭隘 心胸狭隘 你自己讲的 你自己发文的 我在那边 啊你不就很心胸狭隘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说你是中国人哪里心胸狭隘 一个是自己批评自己的评论叫心胸狭隘 这个人叫翁晓琳 对 一个是自己否决自己提名同意的法官 这个大法官 这个叫黄国昌 我已经无法用常理跟逻辑 去解释他们的行为 一般来说 冠廷你昨天吃什么 吃 呃 这个叫正常对话 大法官问黄国昌 跟我讲你说你们在讲什么 可以这样子问的 谁问我的啊 所以真的在这边拜托 国昌跟晓琳身边的亲朋好友 看他们 因为这个无法常理常事 可能要寻求超自然的力量 摔老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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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觉得SYQ已经有 逐渐超车王一川的味道 有 以后位置对调一下SYQ做第一个 阿川去做第四个好不好